今天终于发现了这棵大槐树 跑了几里地找到了这棵槐树 就是为了这个树上的槐花 一年只开几天,所以我很珍惜 小时后路边到处都是槐树 几十年过去了,槐树倒成了稀有品种 小时后都是拽起来就吃 甜甜的就当零食了 其实槐花是很有营养的 很多人都没有发现 今天我要拽上一袋子 把槐花一串一串的都滤下来 先放入大盆里 里面加入清水,把槐花洗干净 洗干净的槐花水开以后 放入开水中渐行焯水 看着锅里水微开就可以控水捞出来了 再放入冷水中过凉 不烫熟的时候就可以挤干水分了 准备一个空碗里面放入一把花椒 5-6拌大料 再加入半碗开水 浸泡10分钟做一个花椒水 一把小葱洗干净以后切成葱花 切好以后先放入盆里 一块生姜切成姜片 最后切成姜末 这是提前准备好的肉馅 姜末放入里面 放入一大勺生抽 半勺老抽 一勺食盐 半勺鸡精 先稍微搅拌几下 把肉馅先简单的入一下味道 打入一颗鲜鸡蛋 把泡好的花椒大料水分三次倒入里面 慢慢地搅拌均匀 让肉馅把料水吸收 第二次再加入料水 充分地搅拌均匀 最后搅拌至肉馅成拉丝状 一只搅拌纸 像这样 里面先放入一小把葱花 拎上热油 激发出葱香味 先搅拌均匀 接下来把剩下的葱花 全部放入肉馅里 挤干水分的槐花 也放入肉馅里 再充分地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搅拌至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再擀出面皮 里面放入馅料 简单的挤一下 饺子就包好了 水开以后 放入饺子 肉馅的饺子煮上三开 饺子全部漂浮起来 就可以控水捞出来 槐花营养丰富 也是大自然的馈赠 把槐花包成饺子 真的很好吃 吃起来鲜嫩多汁 美味加长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试做吧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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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